這個呢,就剛剛比較重要的部分就是for回圈 跟那個if的邏輯判斷 那雖然沒幾行啦,但是我建議各位一定要熟悉 尤其是那個縮牌一定要把它縮一下 因為你不要說全部把它打在一起 如果你把它全部打在一起的話 那看起來其實真的會非常辛苦,像這個是有結構的 for就可以找到next 所以你程式如果沒寫,他就馬上出現 if就會有endif,那with就endwith 但是如果說你把這些全部都不縮牌的話 有點像這樣,我之前有看過人家就寫成這樣子 那我看得非常辛苦,所以切記了 這樣可不可以執行 跟各位講,這樣執行也沒問題,只是說 不建議這樣寫啦 OK,所以把它Ctrl-Z好了,把它恢復一下 Ctrl-Z,OK 那再來的話呢,接下來就是說呢,把它再做刪除 所以刪除我剛剛講,這個地方A到Z 然後呢,這個地方呢,Ctrl-Z向下 然後呢,把這個範圍下面的東西 從1923 一直到最下面 你可以把它往下拉,按一個去圖鍵 然後按右鍵刪除就可以,這樣其實比較快啦 這是不寫程式的方法 那最後當然你如果說假設你要按照日期排序的話 那你再按照Z到A 比如說 前面日期 再到後面 但是他這個有個缺點 什麼缺點,就是日期只有年,他沒有月跟日 好啦,那不過暫時我們先不解決這個問題啦 因為他解決這個問題喔,其實又是另外一個難點的 而且還非常困難 其實我在那個 之前的錄影有講到 那我們先到這裡就好了 OK 然後再來的話做什麼 再來的話呢,就是還有個 另外一個衍生的問題 就是呢,如果你要統計資料 裡面的話假設是斗點 那你基本上對面說他沒辦法去 如果你用康尼符或抗折 沒辦法算,為什麼?因為他一個儲存格只能夠一個 數字喔 所以呢,接下來需求是 我如何把 這六個號碼 把它分開來 然後也許分開來在哪裡 分開來到這邊好了 六個儲存格,一個放一個 一個放一個 有沒有,這個是放這邊 但問題來了,你要怎麼放?總不能說你 傻傻的這些 點兩下Ctrl C,Ctrl V 點兩下Ctrl C,Ctrl V 那這樣的話做到什麼時候?這邊總共有多少筆資料?1900多筆吧 那你要 可能做到下課啦,可能做到晚上你就做不完 所以你要切記你需要 用對方法,那什麼方法?其實不寫程式的話,還好在那個 Essale裡面有提供一個叫資料剖析的功能 那這功能非常好用 那剖析的話,他會問你說你的分格符號是什麼 你只要告訴他分格符號是什麼 他就幫你切開來了 只是切開來之後你要告訴他說你要放在哪裡 記得放在這裡 好,那所以喔 我 大概跟各位講一下資料剖析的步驟 那之後的話請各位就按照那個步驟完成 就不會出錯了 那 首先的話呢,第一個,請你在D到I上面先給他編號 也許是1 這個是放1號的 不是,跟這樣 放第一個號碼的 那後面的話呢就是到6嘛 那你向 輸入1就可以了,然後向右拉的時候按Ctrl鍵 為什麼按Ctrl鍵呢? 因為呢你按Ctrl鍵,他就會自動加1號 然後把這個寬度稍微拉小一點好了 所以選起來之後 在中間的線拉一下 OK,好,1到6 所以第一個,先產生1到6號 在第4欄 D欄 到第幾欄 6,7,8,9,第9欄 4到9 OK 然後呢,再來的話我要怎麼樣把這個 號碼 剖開來放在這裡 那接下來的話就需要用到資料剖析,所以 先把這個 1到6號先產生 2的話呢 使用所謂的資料剖析,資料剖析特別注意喔 游標放在 如果你要資料剖析之前喔 記得先告訴他說你要剖析的資料在哪裡 那我們主要是B2一直到往下 所以你可以找B2 然後呢 選到最下面 那選到最下面 你不要這樣傻傻的這樣選 這樣為什麼?因為他19 你要選多久 可能選個好幾分鐘還沒到的喔 這個方法是錯誤的 那建議怎麼選比較快 很簡單 游標先放在B2喔 還記得吧 Ctrl Shift向下 這樣就選完了 OK應該有記得這個方法吧 我們 前面好像有 用到類似的方法 Ctrl 就是 Ctrl向下是選到最下面 那Shift的話就選取啦 Ctrl向下是方向 移到最下面 Shift是順便把它選起來 OK Ctrl Shift向下 好 再來的話呢 所以第一步喔 就把 你要剖析的資料 把它選起來 記得喔 選的時候不要選到B1 我之前好像有同學選到B1 這個不要選到 這是第一步 把它選起來 Ctrl Shift向下 游標放B2 第二步的話呢 按下資料剖析 OK 所以第二步我們就把這個資料 按下去之後 他會問你幾個問題 你要分割的地方在哪裡 是固定寬度呢 還是分隔符號 因為我們是符號 所以分隔符號 下一步 那請問一下你的那個符號 是哪一種符號呢 那我們是豆點 所以你要把豆點打 打勾 OK按下一步 那最後一個問題很重要喔 他問你說 你的目標儲存格 是在哪裡 其他先不要管 目標儲存格 意思說 你要把它放在哪一個儲存格的開頭 總共6個的開頭在哪一個 特別說他預設是B2 請特別注意你不能用B2 因為B2的話 他會直接把這邊的資料蓋過去 所以13號就放這裡 19號放這裡 那不對啊 我應該13號放哪裡 放這裡吧 所以特別注意喔 請你把這個儲存格位置 選到這邊來 所以喔 這個B2改成什麼 沒關係你就選 選一下 選取 然後按下這裡 D2 把這個目標儲存 改成D2就對了 好了就按完成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呢 他就全部把資料 摳過來了 OK 而且剖開來有沒有 13 19 25 一直到 但是你會發現最後這個是什麼 這個應該如果以後你看到緊字號的話 通常是寬度不足啦 那寬度不足怎麼辦 沒關係你就是 把它拉寬一點點就好了 我習慣是 把它點兩下 不過你會發現喔 他這個地方喔 有一個奇怪的 的現象 應該7號再來就是 這個10 可是他 拿過來的資料變成什麼 變成是 這個 變成10日了 他把它以為是日期 為什麼 可能因為之前我們剛剛好像有放過日期資料 所以他會認為說這個儲存格裡面應該是放日期 那怎麼辦 其實沒關係啦 你就把它改回數字就可以了 那怎麼改喔 按右鍵 儲存格格式 然後按確定 他這個地方主要是因為他誤認為是日期 所以我把它改回原始的 這個格式 那就是通用 按確定就可以了 他就恢復了 有沒有OK 所以記得喔 如果剛剛那個狀況 我們 處置的方法 很簡單 按右鍵 儲存格式 改成通用 按確定 然後這樣 最後再把這 6個欄位選起來 那我的習慣是讓他 這個自動調整欄寬 就是在其中一條線快點兩下 他就自動調好了 那調完之後呢 當然呢 我們的 中獎號碼基本上就是 這個範圍啦 有沒有 這個就不要了 所以把B欄的這個原來的 大樂透中獎號碼 這個有豆點的資料怎麼樣 就可以按右鍵 刪除掉了 OK 那再來我們就可以統計了 統計什麼 從 B2有沒有 一直到最下面 這個就是給他一個名稱 叫大樂透 不過 比較快的方法還是 快速選舉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再向下 就全選了 OK所以以後啦如果你要快速選取的話啦 那不要傻傻的向右拉然後慢慢向下拉這個太慢了 而且容易過頭 那所以這邊的話這個名稱叫什麼這個名稱就取名叫大樂透 那我們就可以來統計了 到底 大樂透哪一個號碼 是機率最高的那幫我把前七名 的號碼幫我排出來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畫面先還給各位